第八百三十二集 夜出尘 好 林寒武大喝一声 将这句话又重复了两遍 一剑在手 便当诛尽天下恶人 一剑在手 便当诛尽天下恶人 突然大喝一声 拿酒嘞 只为了这句话 我便要为你痛饮三杯 你我素不相识 但你有这句话 你能说出这句话 我就喜欢 我就涉嫌 队伍本已停下 一个白衣人捧着酒囊 拿着两个酒碗 放在戳盘里面钻了过来 我亲自来 林寒武制止了那个人倒酒 亲手捧起酒囊 哗啦啦倒了两杯烈酒 钻起其中一碗 楚洋 来 干了这杯酒 楚洋发自内心的微笑起来 好 也不矫情 钻起大碗 一饮而尽 林寒武眼神灼灼地看着他 好 痛快 再来 两人端着酒碗 连杆三碗 对望一眼 同时大笑 哈哈哈哈 痛快 林寒武道 你杀这些人 杀得好 杀得更是手段妙 我喜欢啊 楚洋苦笑 摸着鼻子 看了看紫邪情 心道 原来这个家伙 对这种手段 居然如此推崇 你们这一代 还有一个这样的人 只要是见到欺男霸女的 那就必然杀之而后快 那个人 也是年轻一辈中 我最欣赏的一个 他叫 护花公子 叶梦瑟 楚洋 呕了一声 心道 这点我倒是完全可以猜得出来 林寒武端着酒碗 带着一点回忆的神色 以一种不堪回首的口气 在我年轻的时候 也曾与你们一般 单人独剑 闯荡江湖 专杀恶哨 连续十年 我整整杀了一千三百个 一千三百个 欺男霸女的顽固 不包括他们的手下 楚洋心中算了算 那你最少杀了一万人 一万恶徒啊 林寒武摇摇头 不对 有很多家族都被我连根诛灭 那十年 我最少杀了三万人 那时候我只要听说了 就主动的找上门去 稍有不从 就全家杀了 他苦笑一声 那十年啊 我被称作冷血屠夫 有时候一天来回奔波一千里 连屠三家 直到最后 家族派人出来将我捉回去 我才没有继续杀下去 哈哈哈哈 楚洋哈哈一笑 那当时前辈可是受到了什么刺激吗 林寒武眼睛一瞪 似乎要发怒 随即就苦涩的笑起来 我林寒武受的刺激 天下皆知 你又何必试探 不错 当时我就是为了叶家小姐 叶出尘 楚洋心中重重一跳 说完那句话 林寒武就正正出神 脸上的神色 怀念中带着枉然和苦涩 情深一枉 又有何用啊 天下人嘲笑 也有何用 女人的心不在你身上 纵然你权势再大 也抢不来他 所以 强迫女人的人 这是该杀 连祖宗一起杀才叫痛快 让他们自己看着自己断子绝孙的后悔 才是真正的诚挚 那才叫大坏人心啊 对于这句话 楚洋大为赞叹 不错 顽固们作恶 自己能有什么本事 不过是他们的家族为他撑腰而已 没有了家族势力 这些人会活得比狗还不如 每个顽固的好色 起初也只是好色而已 但是因为家族一次次纵容 下人们一个个拍马屁 慢慢的就是理所应当了 若说恶人的身后 居然站着一群神明大义的长辈 谁这么说 我就催他一脸的痛 林寒武积节赞叹 好好好 说的太好了 所以要杀顽固 就要连窝钻 从根上除掉 谁是顽固的保护伞 就杀谁 楚洋哈哈大笑 觉得这几句话 简直是说的痛快淋漓 不过前辈那十年是为什么呢 林寒武黑黑一笑 带着浓浓的自嘲之意 你也不是外人 我就说给你听听也无妨 两人随着队伍往前走 林寒武命令分出一匹白马给楚洋 二人并记一路交叹 另一边 紫邪晴与林寒雪也在交叹 紫邪晴和楚乐儿两个人 与林寒雪在一起 不得不说 紫邪晴乃是冷若冰霜 高不可攀 林寒雪更加就是一座冰山 两个人走在一起 招惹了太多眼球 却也冻伤了不少人 忒冷啊 这两个人的交谈更加冷淡的吓人 不管是表情 眼神神色 都是冰冻三尺 内容虽然是平常 口气却冰冷的能将人冻僵 姑娘贵姓 林寒雪冷冷问道 紫 紫邪晴淡淡回答 嗯 一路辛苦 还渴 恶少不少 你动手了 你说呢 紫邪晴冷冷反问 我看不出你修为 一般 这两个人 问话的冰冰冷冷 回答的冷冷淡淡 但却是乐此不疲 似乎是找到了对手 又似乎是互相较上劲一般 看谁先能将谁的冷漠屈出 于是 两人就这么一路的交谈 很少见到两位冰山美女谈话的人 本来很好奇的凑近 想要听听 结果听到之后 纷纷的打个喊着 避之不及 这么冷淡的谈话 让听到的人都为之浑身发凉 感觉到隆东腊月的彻骨冰寒 干脆躲了开去 就算是一路上充当保护神的四位至尊高手 也不着痕迹的离得远了一些 两个女变态啊 众人心中暗骂 而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两个人 此刻却滔滔不绝 两个人有太多的共同话题 我为什么不是外人呢 楚阳有些诧异 貌似咱俩今天只是第一次见面吧 怎么就不是外人了 林寒武淡淡微笑 孟哥银回到上三天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来找的我 楚阳惊神一震 我师父 他老人家现在在哪里 小兔崽子 你师父要是不跟我说 有你这么个徒弟 你以为萍水相逢 我就请你喝酒啊 我林寒武的酒是那么容易喝的 楚阳大汉苦笑道 是晚辈冒昧了 晚辈以为咱俩一见钟情呢 一见钟情 林寒武几乎从马上掉下去 一双眼睛瞪得牛一般 你这小子真跟你师父说的一样啊 表面上看起来憨厚老实 其实内心里面鬼惊鬼惊的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呀 不 你师父也说错了 你小子表面上也不憨厚老实 楚阳哭笑不得 可是见过的人都说我钟后老实啊 纯洁无瑕 一脸敦厚 天庭饱满 地各方圆 十足的浮现啊 打住打住 我该不会认错人了吧 你到底是楚阳还是谭谭呢 楚阳终于确定 林寒武是真的见过自己师父孟超然 要不然不会知道这么清楚 知道自己是孟超然的弟子 毫不为难 但是连谭谭也知道 那可就是真的错不了了 我师父到底在哪儿啊 被我宰了 林寒武翻了翻白眼 楚阳脸色沉了下去 你还真当真啊 林寒武哼哼一声 信不信我替你师父打你屁股 楚阳淡淡说道 我不喜欢开玩笑 尤其是开我师父的玩笑 两人四目相对 都是不眨眼 林寒武终于叹了口气 好吧 算是我怕你们师徒了 不拿你师父开玩笑就是 看到楚阳如今的坚决 他就像看到孟哥寅 站在自己面前 一如当年的倔强 一如当年的不去 楚阳展颜一笑 每个人的一生中 总有几个不能被侵犯 不能被嘲笑 誓死也要维护的人 而这些人 通常被称作这个人的底线 俗话说 龙有逆临 处之则怒 底线的人 林寒武轻声道 你们心中都有这样的人 那你最不能被侮辱的是谁呢 楚阳傲然道 我师父 我父母 我兄弟 我女人 他淡淡一笑 眼中露出丰锐的坚决 谁敢触犯 必死无疑 真多呀 林寒武苦笑一声 我心中不能被触犯的人 除了家人之外 就只有一个 但那个人 还是不属于我的 我在提到他的时候 只能用他来形容 不能用我的这两个字 楚阳默然 知道他所说的就是叶初晨 但是对此 楚阳不想接上任何话 因为那是自己师父心爱的人 楚阳心中有些好奇 这个叶初晨 究竟是怎样一个女人 竟然让这样的两个男人 为他发疯发狂 孟超然淡然自若 就算九重天塌陷 也未必能够让他动容 而林寒武 身为九大主宰 世家的二公子 一人之下 万万人之上 地位何等尊崇 也未也出臣 如此的身魂颠倒 当年呢 我跟你师父 还有出臣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吧 我跟你师父同龄 出臣比我们两个都小 那时候 林家和叶家关系很好 而且有殷亲 我的姑姑 就是叶家家主的夫人 我经常过去玩 过去了 一待就是好几个月 大家慢慢的长大 我也就喜欢上了出臣 有一天 家里跟我说 想要给我定亲的时候 我毫不犹豫的 爆出了出臣的名字 这才知道 是叶家主动提的 这件事 我欣喜若狂的 去了叶家 找到出臣 告诉他这件事 却见到 他消沉了很多 他告诉我 他喜欢的不是我 是孟戈寅 当时我真想要 杀了孟戈寅 但是出臣苦苦哀求 求我放过他们 我林寒武也是心高气傲的人 怎么能接受一个 不喜欢我的女人 做我的妻子 我对叶初晨情深意枉 此事天下皆知 但是他与孟戈寅情投意合 对我根本就不放在心上 我就算强行的得到他 又有何用 所以 我放弃了 林寒武的声音中 充满了凄凉 接着又一声苦笑 但是 在我那次放弃后 才知道伤痛难忍 才知道 什么是相思催短肠 我无意识的漂泊江湖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后来我听说 叶家为了这件事 勃人打怒 叶家家主逼迫女儿答应 但是出臣宁死不从 以死相抗 为此居然自杀了一次 于是 我就往回赶 我要告诉叶家 是我自己放弃的 与他们毫无关系 第832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17 1 1 2